好,各位同事,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好,上节课我们给大家布置了这样一个思考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正确的猜出这样一个答案来 不能说是猜出,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推理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 但是呢,还是我所说的这句话 Python里面想知道答案太容易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得到以下的这样一些答案 好,我们把我们注释的代码给放开 我们首先看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面 这个到底打印的是多少 好,hc12.py 好,那么我猜这个时候打印的结果将是3 好,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好,确实是3 那么这个很容易理解 既然我是在funk2里面要打印这个变量c 那么离我最近的这里面有一个c等于3 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去舍近球员 去取这样一个c等于2或者c等于1 这个也是局部变量的一个特性 优先使用的是局部的变量 好,然后我们把c等于3这段代码给注释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打印的结果是多少 好,此时将打印出结果2 好,那么2是哪个 大家很容易看到 它应该打印的是 这个定义在funk1下面的这样一个c 打印的是这个变量 好,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 要理解这个 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 我们上阶段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局部变量的相对性 首先c等于2是位于funk1上面的 好,它是funk1的局部变量 好,那么我们是不能够在funk1的外部 直接引用这样一个c等于2的 这个我们上阶段已经做过这样一个验证了 但是在模块级别里面 不能够引用funk1下面的局部变量 并不代表在任何的地方都不能够去引用这样一个c等于2 因为我们说了局部变量是具有这样一个相对性的 那么虽然它是局部变量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funk2里面来引用这样一个c等于2 也就是说c等于2相对于funk2来说的话 它都是一个局部变量 好,那么我们再来具体分析这样一个问题 当funk2它执行的时候 它要打印一个变量c对不对 那么在funk2的内部是没有这样一个c的定义的 好,那么我们只能去它的上一层去找 因为我们说了funk2是可以放入c等于2的 所以说此时它找到了 好,所以说它就把c给打印出来了 好,然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再把c等于2给注释掉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能想到c将打印出1 好,1,那么这个1来源于哪里 是来源于我们模块级别的这里的这样一个定义 c等于1 好,那么至于说推理的过程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它就类似于我们当时去调用c等于2的时候一样 因为在这个funk2里面找不到c的定义 在funk1里面也找不到c的定义 所以说我只能去引用这样一个群聚变量 好,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 像c它的这样一个逐层的这样一个引用和寻找 很像是一个链条 所以说我们这样一个pass里面的作用域 它是具有这样一个链式的特性的 这个在我们编程里面也被称为作用域链 我认为作用域链 大家都是这么叫的 不仅仅是在pass里面 在其他的语言里面 也都有这样一个作用域链的概念 但是我认为更好理解的一种解读方式 应该说作用域是具有这样一个链式的特性的 作用域链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的话 感觉好像很高深 但是如果你把作用域链的概念像我这样来解读 作用域是具有这样一个逐级寻找的一个过程的话 就很好理解了 好,这里我想给大家再回过头来说一下这里 对于我们的块链作用域来说的话 那么假如我们在这个里面打印c 然后c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会去函数里面来找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作用域链吗 不算,为什么不算呢 因为我们说过了pass里面 你的for循环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单独的作用域 所以说那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终极寻找 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所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域链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变量文化的一个法则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理解 好,各位们 那么我们下期课再见 我们下期课再见 我们下期课再见